包神发文调侃张角 刺痛采访 Fly引泪目 我要让你来解说我的总决赛 行 我等着 葛咪你春季赛预测出炉 阿拉伯侠最近的训练赛就是一坨把把 临近春季赛开打之时 各大战队的公开训练赛和平台杯都已接近尾声 LGD拿下荣耀杯S7总冠军 虽然含金量不高 但也证明了LGD这个赛季是有一定实力 九尾的压力也小了许多 而且LGD让人再次看到了希望 难道九尾会跟猫神一样带领LGD冲出更好的成绩吗 搞笑的是 正享受清闲的猫神 居然发文又幸福了脚 调侃起张角来 却被张角占了上风 非常搞笑 与此同时另一面 RW侠最近经历各种惨败 今晚艰难赢下CNW以后 刺痛采访Fly引泪目 表示游戏外磨合很好 但游戏内跟队友的连接点没有做好 而当聊到春季赛目标时 Fly希望刺痛解说他的总决赛 已经和RW侠的好兄弟们磨合了一段时间了 你感觉你自己适应了吗 其实在游戏外适应都挺快的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游戏的一些理解阵容 还有一些阵容跟队员之间的连接点 在游戏中 可能在细节方面可能还是没有做得很好 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些很基础的东西 就还需要点时间 然后去跟大家一起进步 春季赛的目标有什么呢 春季赛的目标就是先磨合好吧 然后具备夺冠的一个能力吧 然后最后在有这个能力之后呢 再目标就是冠冠 OK 其实对于你来说 你的目标还是放在了冠军身上对吧 是的呀通知 我要让你来解说我的总决赛 行 我等着 不过从如今RW侠的训练赛表现来看 似乎差的不是一点 所以大家第一轮不要期待太多 给大赛型选手Fly一些时间 对此 格米尼也给到了各战队预测 他按部就班的将六支老牌强队归到了S组 将很多解说看好的涛博S组放到了A组 但在XYG和WE间 最终选择XYG胜过WE 同时由于RNGM近期训练赛超标 被格米尼架进A组 Hero放在B组 而且在BOA和RW侠之间 格米尼纠结后 还是理性选择了让Fly从B组开打 现在就说RNGM跟Hero谁能到B组 RNGM最近听说 什么3比0 什么RW侠 3比0谁谁谁 都3比0 凌凤凤凤凤凤凤 这么牛吗RNGM 不是Hero又去B吗 我每年Hero都是B啊 那不好意思了 每年都是B 今年还是B RW侠最近的训练赛 就是一坨爸爸 就是一坨爸爸 RW侠去B 没问题 合理 其实 格米尼的预测非常理性客观 基本都是按照近期各战队表现而定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春季赛变动实在太大 大部分战队都要看正式比赛 其中有些战队在第二轮和第三轮才会发力 对此 大家认同格米尼的预测吗 Fly能否带领RW侠冲进S组呢